少爷 你们这是干什么 少爷 您还是 自己去瞧吧 少爷 少妃 你看 那个红色再往左边一点 往左一点 好 你小心点 别碰到那个花 好 这样看 少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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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忙吧 是 继续继续 你这往里挪一点 好 富继续 还满意吗 可我没关系 你们都下去吧 是 是 是 少爷 走吧 你不会不满意吧 满意 这样多好 屋里有些花花草草 还有一些生机 不过 夫人这是 干什么呀 不干什么呀 本姑娘今天心情不好 就想重新布置一遍 而且 我梳妆台那边采光太差了 我就搬到这边来了 对 搬得好 小秋 快来帮忙 来了 少爷 小秋 你有没有觉得 哪里有点不对劲啊 是有点不带对劲 谁把这洞给填上了 是少爷填的 他亲自砌了一个时辰的墙呢 怎么回事啊 哪个不着 还能把门给堵上了 回宿公子 是我家少爷堵的 许木春他臭什么疯 没事堵门干什么 少爷说 风水先生看了 这洞门啊 他开得不吉利 容易遭贼惦记 必须得给堵上 遭贼惦记 来 你告诉我 他在哪儿 我不找理论一下不可 我家少爷还吩咐了 今天府上啊 有要事处理 数不接待贤客 贤客 走了吧 喂 喂 你别走啊 给我回来 回来 你们干什么呢 没事 你快下去 我 你们是不是吵架了 你看吵得脸都红了 我俩没吵架 还说没吵架 你们 真没事 你快下去吧 我 我不能走 你怎么才能走啊 你们和好了吗 和好了 你照面一个给我看啊 抱一个 不抱是不是 这才对嘛 夫妻时间就得这样 那我下去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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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啊 我从小就没爹没娘 一路逃犯到泰州 结果还遇到了一场水患 你还经历过泰州水患 当时大坝一下子就垮了 所有人都被冲下去了 那你是怎么活下来的 是苏国公他救了我 后来他把我带到了苏府上 让我当了真儿小姐的丫鬟 真儿小姐他从小就体弱多病 国公他不忍心把他嫁给你 所以我为了抱苏府的恩情 就代替真儿小姐嫁给了你 我知道我自己配不上你 但是你可以放心 等此婚这件事情消停点了之后 我一定会悄悄离开徐府的 绝不会拖累你 我不想让你离开徐府 也不想让你离开我 现在我只想问你一句话 你还愿意 做我的夫人吗 就算是有备无患吧 想看就看 别遮遮掩掩的 你怎么在这 你不是应该在别的池子里吗 我们是夫妻啊 夫妻就应该一起泡汤吃 坦诚相见 没有秘密 不是吗 但你忘了啊 我们是名义夫妻 只是名义夫妻 是吗 是 是吧 反正 现在还没到 可以一起洗澡的时候 你明明都知道 没到时候 夫人 我刚才看你肩膀上有朵花 什么意思啊 那是我小时候 对桃花过敏 有一次过敏留下的疤 那疤特别丑 所以我就 弄了图案之A诊 怎么以前你没说过呀 这事还 这事还要退说呀 难不成我有一天 突然把衣服掀开说 你看我这儿有个图案 你说是吧 也是 你怎么来了 你身上不爱带钱 我看看你有什么喜欢的 来给你 没有 许大人 刚才许夫人看好了一根簪子 才不过五十两 我没看好 真的不喜欢 你刚才说你喜欢的嘛 是啊 许大人都上来了 小夫妻新婚燕耳的 让许大人买了送给你吧 对啊 掌柜 包起来吧 我买了 这东价吩咐了 若是许大人亲自前来 一定要按原价出售 这是我哥的生意 又不别买了 嗨 一根小小的簪子 我们许府也不必占几年兄的便宜 原价是多少 我出多少就是 五百两 大家有所不知啊 我许府这银子 我只能保管 不能支配 夫人 这是五十两 我在楼下等你 那个 我先出去一趟了 危险 别过来 四十三 岩某太尊 当 sid 颜厚 所有었다 거기 不 这里太危险了 我们快走 不行 护照 我们还得继续搜寻 你流了那么多血你疯了呀 快走 大人 还是听少夫人的吧 护照 走